新北市行动治理来到汐止 市长侯友宜率领市府团队到汐止行政大楼11楼进行座谈 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新北市议员、立委以及里长们都出席参加 市长侯友宜就表示汐止发展快速 人口已经突破20万人 交通建设很重要 现阶段捷运汐止湖东县以及基隆捷运正在推动中 那这几年期大关系议题 布拉利夫招通问题以及我们基础建设问题 那基础建设包括电缆下地、工媒的地件 还有额额设施以及还有污水下水道的这些相关问题 那我相信今天在各位里长所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我们的局长们都能够主意的很清楚来给大家做回应 那如果说有牵扯到一些中央的案件 无论是比如说台铁啊台水啊或台电 等等的中央单位和高速公路局 有我能够协调的地方 那会来跟我们市政府 这个来做一个横向的一个平台的联系 会中有里长反映 基隆河防训步道狭载路段 希望能够拓宽规划人车分道 而基隆河自行车道沿线好几处断点 民众散步运动或是骑自行车都必须跨越马路 议员也提出改善建议 经过大马路上 所以我在一直在因为我有提出说 是不是能够做一些 呃桥下的穿越 如果不行那是不是采用那种浮桥的那种模式 大家可以比方看一看 这拜託因为 很多人在运动跑步都要经过马路 经过马路也要按那个按压式红绿灯 我想这个都徒增风险 如果可以设计那种那些浮桥那种概念的话 是不是可以评估看看 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细致各项建设 而会中提案聚焦于交通环境改善方面 当天里长提了不少地方建言 希望市府能够协助改善解决 这场会的依稀指采放报道